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接打门啊 这球质量还挺高 台里塞可以打 但是有点远 还是相当高质量啊 好球啊 这是周通拼出来的一个机会 之前的那次远射 插之毫离 其实内部情景都还在大家的印象当中 转过身来比赛 接近第60分钟的时候 武汉竹尔这是在客场 在广州恒大淘宝连续的这个进攻 施压的情况下 自己先取得进球了 再看啊 后场的一个定位球 周通 埃弗拉 这脚球 这个渗透 这脚直穿球威胁非常大 对 你看 这是刘云吧 刘云最后的射门 而且这 刚才的这次直塞啊 直塞过来以后啊 还是这个 你看 利用第三人的一个这个跑动 完成了最后的这次接应 武汉的压力太大 半速衡量了 乌塔利斯卡真的是就在了一线角度当中 注意力还是非常急重 转过身来就要打门 呦 门将 幸苦还来继续 还是在外围 转过身来 又是一脚低胜 那这是都用自己的身体啊 对 但是依旧没有太好的转身面对球门方向的机会 右侧的传中球 门将铺了一下 然后这次 都过来 完成这次抢射在后点 打到了边往上 注意裁判示意识越位在先 现在球迷都呼喊 这是包含了很多的期待 这个球确实是越位 这一下是越位 这场比赛 广州恒大淘宝最终是在主场0比1 赋予了武汉卓尔 来吧 好 窗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